一名被蓝色后背包妇人在服饰店里看衣服 突然间一个外籍男子慢慢靠近 黎明他背后的黑白相间上衣外籍女子正在挑选衣服 一切看似正常 但妇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爬手锁定的目标 黑白上衣女子看起来像在挑衣服 但其实是借此遮掩将手伸进对方包包 把手机拿走后与同伙一起离开 被害人发现后赶快报警 警方没多久就逮捕嫌犯 破案关键就是他手臂上的鲤鱼刺青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他右手臂的刺青相当显眼 在执勤时眼间立刻将他逮捕 而他与女共犯其实从刑切把风 到离开服饰店以及搭计乘车离开 都是一起行动 但嫌犯却否认犯刑 也说不认识对方 请他执政这名女子 他一概死口否认说 完全不认识这名女子 可是监视器画面 看见他们两个 从头到尾都在一起 认定是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有翻译联络 警方怀疑这对爬手 其实是爬窃集团 跨国爬窃集团近几年横行台湾 以持观光签证来台 都是两人一组行动 锁定夜市商圈 人多的地方犯案 提醒民众在人多的地方时 最好还是多留意身边贵重物品 才不会成为窃贼严厉的大肥羊 记者郭向 陈志芳 台北报道